怎么说 还有很多人在谈养儿伐老这些事 养儿伐老 伐不伐老 真的 伐不伐老 至少有点用 至少有点用 但是什么 我们不要 很多人说 我就什么 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就养个儿子 就靠 学靠儿子去养 不可能 不可能 对吗 这是 这是这个世纪最大的 也是过去 过去的话 养儿伐老不伐老 是过去那个环境决定的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了 过去那种环境 对吧 没有了过去那种什么环境 没有了过去那种什么相熟 养儿还是有点用的 养儿养女还是有点用的 对吧 还是有点用的 但是我们不要寄希望语 把所有希望都放 到儿女身上 到儿女身上 最主要的是 人还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对吧 最主要的是 还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太多人什么 总是以 以着圣人的 是吧 圣人的野光 圣人的看法 来要求别人 来要求别人 我们中国对这个孝 这个东西太过于什么 悄悄了 就是孝 这个东西是 从自身出发的 从自身出发的 能做到什么程度 就做到什么程度 能做到什么程度 就做到什么程度 太多人什么 把标准递得太高了 把标准递得太高了 对吧 好多人 我们国家的太多人 是一种什么 事不领导自己头上 大家都是圣人 事不领导自己头上 大家都是圣人 但是楼到自己头上的时候 原来也是一个什么 口汗的人 对吧 所以养儿法老这件事 本质上 还是有那么一点作用的 还是有那么一点作用的 如果说 有些老人说 养儿不法老 你试试没有儿子 是因为你有了以后 才说的这句话 还有好些人 还有好些老人说 老人要钱没用 你没钱试试 对不对 这是很重要的东西 有和没有是两个 就像什么 就像什么 核武器一样 有和没有是两个概念 有和没有是两个概念 对吧 有用没用 有用没用 和有没有是两个概念 对吧 所以养儿法老 虽然说是这个世纪最大的谎 但是养儿法 养儿 养女还是有点作用的 虽然这个有 有时候作用不怎么大 但是还是有点作用的 对吧 就像打工一样 就像打工一样 你不可能把所有的希望 都放在 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边 把所有的希望都什么 寄托在工厂上 寄托在老板 联名你的基础上 对不对 你也得找其他的渠道 找其他的渠道 当有一天你失业了以后 饿不着自己 也什么饿不着自己家人 这是你需要考虑的问题 对吧 养儿法老也是 我们不能经济寄希望于儿女的孝首上 对吧 本事上自己还是要自己健康 自己身心健康 自己什么 能跑能跳 自己能动 自己能什么 有点牙脑筋 对不对 儿女不孝也什么 饿不着自己 也能什么 能跑能跳 自己脑子也 也能什么 也能自己处理一些问题 对吧 而不是完完全全 寄希望于儿女 对吧 这是我认为的 就是 养儿 养女是有点作用的 但是我们不能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儿女身上 自己什么 首先自己身心要老了以后 自己要身心健康 不要瘫痪了 不要什么 能跑能跳 能动 然后什么 向儿女伸手 这很容易 这很容易什么 讨儿女的血 讨儿女的血 惹儿女的血 对吧 太多东西什么 这个时代很多东西在改变 很多东西在改变 我们也要适时的去改变 不要顾手的过去 说养儿养女真的完完绝绝 老了以后 老了以后完完绝绝靠儿女去养 这是不现实的 对吧 这是不现实的 有时候儿女不扑老 我觉得这个时代儿女不扑老 就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最大最好的 这个时代很多很多儿女扑老 什么叫扑老 就是吧 很多年轻人自己咬孩子 然后让爸妈咬 自己生咬孩子 然后让爸妈去咬 我遇到这样的人是什么 不是一个两个 是很多很多这样的人 自己咬的孩子 然后让爸妈去咬 是不是 自己花钱 自己挣钱什么 咬不起车 咬不起孩子 然后让爸妈咬 对吧 这是特别悲剧的一件事 这是特别悲剧的一件事 咬不起